这个视频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硬核攻略 今天咱们一鼓作气要逛完四层楼的12个展厅 争取把全部细节说到位 就问你们良心不良心 创作不易求个三连吧 大连自然博物馆拥有15万件各种仓品 以及513件珍贵文物 并在2020年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这座蓝顶的博物馆大楼是1998年盖的新馆 原先的旧址在俄罗斯风情街那边 是早年间沙俄占领时期盖的市政厅 但早期的运营者是日本人 从那个时代算到今天 这里也算是一家百年老博物馆了 去大连自然博物馆的交通很方便 地铁一号线黑石胶站下车 稍微走一段就到了 如果是自驾的话 停车价格我也拍下来了 供各位参考 博物馆的后身是黑石胶公园 逛完自然博物馆可以顺便逛逛 尽管之前记得提前从他们的公众号预约 不过这边的票挺充裕的 我现场扫了个二维码预约 照样也进去了 进门之后就能看到一个大象标本 这也是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左手边有一个文创商店 售卖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 边缘处有各种售货机 右手边是存包处和咨询台 各位都可以按需使用 值得一提的亮点是 大连自然博物馆 有针对未成年人的专家面对面活动 而且是免费的 这些活动格外值得家长们关注 然后我们下到第一层 就来到了肯尼斯贝林展厅 之前我在国家自然博物馆那期视频里 介绍了肯尼斯贝林这个美国人 他给我们捐赠过很多标本 这次我们又在大连重逢了 这个展厅有一种领东已至大非洲的美 那叫一个凉快 所以值得多看一会儿 然后我们走回一楼 一楼是两个长设展厅 一个临时展厅 我们先走入长设的地球展厅 各个自然博物馆里的地球展厅 无外乎是介绍地球的诞生与进化石 以及地形地貌 再展出一些各种各样的矿石 就差不多了 这边的地球展厅 除了这套中规中矩的布展内容之外 也有自己的特色展品 这里展出了一块巨大的油烟盐 还有一块巨大的煤块 这两个大矿石都产自腐顺 当初我参观过两个国字头的 矿石油趣类的博物馆 煤和油烟盐都是零碎的给 从没见过这么大个的整块矿石 腐顺矿厂的含金量可见一般 地球展厅的出口处 还有一个法律科普 讲的是一个偷猎海豹等动物的案件 赚这种沾了血的钱 必然也要付出血的代价 然后我们走进终生代展厅 有经验的朋友会认为 终生代指的就是恐龙时代 那个时候恐龙只是陆地上的霸主 而水里的霸主叫鱼龙 是可以和陆地上的恐龙分庭抗理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生物 也占据着终生代的重要生态位 侏罗纪的树木化石 以硅化木之名保存至今 也有很多草本植物 也以化石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另外我还在这边 看到了熟悉的许氏创孔海白河 上次看到这种植物 还是在安徽地质馆 这次算是跟它重逢了 这个展厅里 还有一个小朋友们的活动区 墙上挂着的画就是他们留下的作品 走出这个展厅 我发现一楼的林展厅没有开放 然后我们登上楼梯 从两层楼中间的地方 看到了很多制作精美的玉石工艺品 这是大自然的华丽馈赠 与人间工匠精妙手艺的结合 然后我们登上二楼 二楼一共有五个常设展厅 最气派的是正中央的海洋哺乳动物展厅 中间那条巨大的大鲸鱼 是北太平洋漏井经 于1977年采于中国黄海北部 重量达66.7吨 是全中国最重的鲸鱼标本 这种鲸鱼死后的残骸 能吸引各种各样的生物 来分享它留下的养分 这就叫一惊落万物生 除此之外 展厅里的白熊也是一个重要打卡点 很多人都在这打卡拍照 然后我们走进海洋无脊椎动物 与海藻展厅 我们常见的螃蟹大虾 就属于是无脊椎动物 这些节肢动物都把骨骼长到外边去了 此外还包括贝壳 蜗牛之类的软体动物 蜗牛其实和贝壳是亲戚 当年我们收集贝壳的时候 也不会忽视多达上万种的鹿生贝壳 也就是蜗牛壳 比起无脊椎动物 海藻的展出篇幅就不那么多了 只有少数的区域 铺陈了海藻的各种标本 并讲述了它们的实用药用价值 然后我们走进海洋鱼类多样性展厅 如果要区别鱼类的多样性 就需要有大量保存完好 且富有细节的产品留存 所以这边的绝大多数展品 都是泡在防腐液体中的鱼类标本 这就比另一部分甘致鱼类标本 看起来更加完好 也更方便展示鱼类的多样性 而水生脊椎动物骨骼斩 则是重点展出鱼骨为主 其中的一少部分展品是塑化标本 那么塑化标本是怎么做的呢 答案是 先用饼铜浸泡源标本 使其脱水脱质 再用有机硅置换饼铜 最后形成无毒无味 能照着一二百年保存的成品标本 这个就叫塑化标本 然后我们进入新生代展厅 新生代指的是从恐龙灭绝 一般来说都要展出猛马像 剑尺虎这类相对古老的生物的化石 因为那都是有代表性的动物品种 大连自然博物馆当然也都有 此外我还从这边看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药材里的龙骨 原来指的是没完全实化的新生代化石 我以前还一直以为它就是普通化石了 然后我们登上楼梯走上三楼 三楼是三个长设展厅 一个林展厅 还有一个暂时没开放的多功能展厅 我们先走入长设展厅 东北森林动物展 都说东北森林资源丰富 眼前这多样的动物密集了树林 那就是非常丰沛的资源了 这绿水青山就是货真价实的金山银山 然后我们进入路生动植物精品展 这里有很多各种木头的切片展 这在各种展览中是不多见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干制植物标本 在动物展品那边 除了常规的动物标本之外 还有大量的蝴蝶标本 连蝴蝶标本摆出来的造型 都是我爱大连的形状 接下来是湿地主题展 大连有4万多公顷的湿地 这些湿地是城市的肾脏 也能很好的改善环境 自然值得我们去多关注 多保护 最后的林展厅是干花植物艺术展 在博物馆里 中式山水画经常能见到 干制植物标本也经常有 但是用干花制作中式山水画 这就不常见了 得是什么样的奇思妙想 才能开出这样的脑洞来呀 走到这里 我们的大连自然博物馆之旅就结束了 这建成20多年的新馆内 有百年间的各路藏品积累 背后映射出的是数十亿年的生命进化石 眼前的渐渐展品 是槟城大连为我们打开的一扇窗 窗外便是万类双天镜自由的真实世界 它就在触手可及处 等待着我们前来发现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